這個法裡面不乏過失或者不知 一定要明知 明知道只是 你只是我 我也知道你只是我 那這有一個犯意的聯絡 這個才是我們規範的對象 我們一直在捍衛我們的主權 我們也願意兩岸的正常的交流 所以對於這個反對黨的學者 他規錯因怪錯對象 規錯因怪錯對象 應該去思考為什麼習近平這麼急 而不是說問我們 這個尤其他是兩岸方面的專家 他應該知道對於北京的滲透 想要遂行他的政治目的 我們不能視而不見 全世界都替我們緊張 因為我們在民主陣線裡面的第一線 這個反對黨應該跟執政黨團結起來 面對中共的滲透行為 加以制止 然後來導正兩岸正常的往來 這才是一個對這個土地 對這個國家盡忠的忠誠反對黨 才是一個忠誠的反對黨 應該 就好 好